最基本的就是從待遇開始著手 其實我跟焦負密一直在討論說 要怎麼讓這個制度 不是換了一個人就換了一個制度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是有把這個東西 丟到理事會討論然後通過的 就是待遇變成一天一千塊 然後其實包括各級代表隊友 對然後包括教練也提升了 接下來吸水加熱部之後 我們就是把出廠被明定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等級 第一個是沒有出廠 第二個是替補出廠 第三個是先發球員 那我們把這盯了三個層級的時候 其實球員也覺得 至少即使我沒有出廠 可是我跟第一級的球員 我人群人群沒有那麼大 包括我們現在的獎金 在我跟路易斯討論之後 我們都是明定化 理事會這個東西也通過了 就是基本上一筆錢 教練團就是哪幾趴 剩下的先發球員就哪幾趴 沒有上場球員就哪幾趴 這個東西我們現在都是把它全部盯在裡面的 對所以我覺得今年到目前為止 其實代表隊從3月6月到現在 其實一直以來運作的蠻順暢的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在集訓的前期 到集訓比賽結束為止 所有的準備工作基本上 我們是不會讓所有的任何的教練 跟任何的球員參與到裡面的事情 現在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我們 當然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協會責任 我們的代表隊組會把它Cover起來 所以其實我上場的時候 我只成立了一個新的組別 這個組別就是在技術部下面 有一個代表隊組 他就處理男女生代表隊的任何的事物 出國一定訓練公文預算 到場地的安排住宿球衣 然後到officialator的bar 其實這個代表隊組 他把所有代表隊該做的事情全部Cover起來 包含比賽期間他們去當隊伍 翻譯領隊會議 對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改變 代表隊組的話其實很簡單我們負責就是 代表隊的各個大家在表面上 贏球都在看不到的東西 辛苦的層面其實分為兩個層面來講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事前跟事後準備 事前我們要跟教練無數次的溝通 開會去想說我們到底練球怎麼樣 是練到最好最有效果 最能夠比賽打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在集訓到比賽 或者說出國這段期間的話 你要應該說非常的具有靈活性去調整 那這段期間當然非常累 早上可能你要把今天一切都安排好 然後昨天送起衣服回來 你要把它整理好 那中午開個小會 那球員 教練跟球員之間有什麼溝通 那再來就是 下午你當然準備練球 我們的營養品 我們的器材要到位 我們的水要到位 要記得要上車到場地 那確保這個量子足夠 明天要注意事項 或者說未來比賽日 或是到真的要出國的旅遊日 你要怎麼去安排 不管說是物資 不管說是甚至金錢也好 那臨時的需求有人生病 我們東西少一個 東西用太多 可能要去補 都是在工作範圍裡面 當然自己要去抓時間調配自己的作息 但是我必須說 在集訓期間 我們有義務是 要兒子小子待命 當然希望說 我們在這麼多準備後 大家能夠拿出最好的表現 不管說這次這個賽 或是說短短的90、11 到3月、6月 我們都是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為各位努力 以及為台灣的將來 能夠提升到越來越好的一個Label 我們當然希望越做越好 那選手只要專注在場上90分 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現 這對大家都是足的 從我當助理教練大概 就是成長在那時候 在2013年吧 到現在 其實一路走來從 球員的待遇很差 然後教練兼買便當兼什麼 然後球員也要幫忙拿器材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大部分的人都是一路走來的 包括我自己 我覺得 這次世界杯會是一個 不能說是開花結果 可是我覺得它會是一個 一個驗收吧 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 一個最團結的國家隊 然後最有勇氣去挑戰體的國家隊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強這個東西其實是很 有時候是很主觀意思的 可是這個球隊出去應該是要 得到最多的關注 然後得到協會最好的資源 然後最團結的球隊 我覺得這個才是會是 這次世界杯很重要的意義吧 而1 1